花莲蜜香红茶产业蓬勃发展 全台各茶区也纷纷栽种制作 为了凸显地方特色 从时也加以区隔 台东茶赶想去年首度推出了 蜜香红茶凭借风味轮之后 今年进一步搭配推广分级分类品评 让花莲蜜香红茶朝向精致茶庄来发展 茶荣高度支持更乐见其成 蜜香红茶经营优良等各个得奖茶的外观色泽 茶汤香气以及滋味 清楚表示在这一张品质分级图卡上 台湾茶改总场秘书无声顺说 这样以后的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不是茶改场评审说了算 我们是想在推这个系统 各位不用透过我们比赛场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一个产销班 产销班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金盘银盘优良红把定出来 各家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标杂 2019年台湾茶开场比照咖啡评量一样 针对了蜜香红茶特色制作评件风味轮 突破传统茶叶评件模式 除了农整单位 一般产销班或者蜜香红茶茶叶联盟等等 可以透过分级分类 让场观学界甚至消费者共同来品评 所以你精致茶装的时候 你要询速你的特色 那我们不要透过优良茶比赛的方式 我这个产销班 大家讲好 我们来做这个分级系统 这个品是大家来品 茶开场也会代源来介入 为什么会要去介入 因为我们要辅导力 正确的一个方向 然后各家各家的 他好像我的比较好 你的好 我那个认得出来 打破传统 由产观学界甚至消费者 都可以共组品产团 依照风味轮 分级分类品评 维持花莲蜜香红茶特色茶品品质 茶品滋味更加清明 进一步让产业转型 朝个人或产销班 区域性的精致茶装来发展 茶农高度支持 更乐见其成 他不是说要改变 可能还会增加 就是一些方式 然后就促进我们茶区的发展 应该是很好的 他用我们的罐子 用这个东西 还有贴那个 他说金牌啊 什么牌那个 那个就可以帮我们自己打广告啊 我们自己的茶装名称啊 我是蛮喜欢这个 其实有时候 我有时候会想说 消费者可以一起来加入 分级品鉴的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 其实风味这种东西 就是很主观嘛 除了花莲县 台湾其他茶产区 也开始制作出产 蜜香红茶 总厂秘书吴森顺指出 虽然花莲蜜香红茶 品质仍居全台之冠 但是为了区隔 并凸显在地特色茶 鼓励茶笼寻求突破 在现况资源条件下 能够逐步朝向 紧致茶装的目标来发展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谋报道